大家好,欢迎收看3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石屿兰 花莲县政府在今天举办了111年春季国伤 即追到供应将士大典 县长许正位是分别前往了忠烈池以及军人忠灵池 向过往为国家努力的先烈和供应将士来致敬表达崇敬 而且也缅怀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和牺牲奉献的精神 场面庄严树木 春季国伤这一道仪式由县长徐中卫担任主机关 率领县府局处首长 花莲地区各机关部队首长 学生代表还有亡顾应列遗卷参拜字迹 并且与三鞠躬礼缅怀先烈 表达对亡顾荣民与公允将士因领之遵从和无尽哀思 鞠躬 再鞠躬 圣长徐中卫感谢所有的国军英雄为国家无私奉献 在国防及各项救援工作上尽心尽力付出 对其至上最高敬意 也敬祝所有国军弟兄身体健康平安胜利 谢谢刘明胜花莲市报道